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一月六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 当时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栗战书有关的消息 此前栗战书意外驱喜年底政协查华会引起外界很多猜测 而在今天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发布消息 指助斯里兰卡大使齐震宏今天拜会了议长 并递交了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栗战书的新年贺卡 同时根据报道 大使表示中国愿意与斯里兰卡共同努力 在新的一年里加强双边关系 而对方议长则感谢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栗战书和大使的新年问候 同胞还说发言人赞扬了斯里兰卡和中国之间的友谊 并感谢中国对于斯里兰卡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支持 而斯里兰卡议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也出席了此次活动 这可以算是栗战书书面露面第一场 此外根据来自央视的报道 在今天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 并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 根据来自新华社的报道 由习近平本人主持会议 而会议中特别提到 要治理好我们这个拥有九千五百万党员的大党 这个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大国 就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特别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并强调十八大以来 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成就发生变革 根本原因就在于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 坚持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动摇党 同时会议也表示 过去一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毫不动摇的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等 同时会议继续强调要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围绕政治局和常委会部署要求 完成党中央交办的各项任务 但是依循惯例 这一次常委会在央视报道中没有画面 看不到具体有哪些人参加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西安疫情状况的最新进展 西安第四十八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发布会在今天举行 而针对孕妇在高新医院门口等待两小时后流产事件做通报 根据通报事件发生后 省市卫生健康委组织专家进行调查 认为高新医院存在分诊识别不精确 专科介入不及时流程处置不高效 应急预案不充分等问题属于责任事故 而同时通报说 目前已要求高新医院向患者表达道歉 补偿损失并向社会公开道歉 此前华尔街网报向您介绍 高新医院对于相关责任人做出处理 总经理被停职 而门诊部医务部相关责任人已经被免职 而同时在通报会上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对患者表示深深道歉 并对疫情期间特殊人群就医通道不流畅 工作要求落实不到位表示深深道歉 市卫生健康委承诺要通过此次事件深刻反思 举一反三汲取教训立刻整改 而在现场西安卫健委主任向流产孕妇鞠公表示道歉 并说要对定点医院加强监督和业务指导 敦促指导医院优化救诊流程 保障群众在疫情期间的就医需要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联想有关的消息 在今天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发布题为 融入制造基因联想解决方案为三百余家企业重塑产业竞争力的文章 集中特别提到现在发展智能制造移成国家战略 有回顾在二零二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八日 工信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 明确提出两步走 二零二五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大部分实现数字化网络化 重点行业骨干企业初步应用智能化 而到二零三五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要全面普及数字化网络化 重点行业的骨干企业则要基本实现智能化 文章随即写道 近年来联想智能制造通过5G大数据人工智能边缘计算等前沿技术 不断助力中国制造的发展 文章随即写道 在一月四日联想发布品牌视频智慧商和 讲述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智能的智的变化 文章还说 早在二零一年联想就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 明确未来联想中国的转型方向就是做中国智能变革的推动者和赋能者 同时文章又夸赞 一直以来联想集团保持高水平的研发投入 后机勃发 逐渐在技术创新上展现出中国制造的领先优势 文章又说 目前联想集团已拥有两万多项授权专利 其中5G标准的必要专利数超过一千二百件 文章还说联想自身智能化实践的成功 为中国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 文章表示如何实现智能转型呢 是联想的员工全年无休奋战在一线 经过反复论证才得出的答案 文章还表示 现在碳达峰碳中和一直是国际关注的要点 而联想考虑的不仅是从摇篮到坟墓 而是从产品进行回收处置再利用 让产品再次回到摇篮 形成从摇篮到摇篮的全过程管理 文章盛赞联想开发的绿色制造工艺 又说从二零零七年至今 联想全线应用废酒塑料再生技术 减少碳排放六万吨 相当于重了三百多万棵树 从绿色到质量再从智慧解决方案等 对于联想进行了全方面的正面评估 有外界认为这是官方媒体变相对于司马南此前抛击联想事件进行定调 而目前司马南方面尚未对新华社的文章进行回应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政治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文章介绍拜登总统计划在今天一月六日一周年重新发表演讲 致力于和平民主并将警告在川普前总统的暴徒支持者冲进国会大厦 阻止国会批准他选举成功失败 结果一年之后美国民主仍然面临风险 白宫在昨天提前发布了拜登总统演讲节选 拜登总统将在国会大厦暴乱事件一周年的演讲中提及 美国二百年来的制度也是十分脆弱的 他不会像之前的总统们通常所做的那样重申联盟的持久性 而将强调联盟崩溃的危险性 根据白宫所发布的拆录 拜登总统将提及在这个时刻我们必须决定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国家 我们是否要成为一个接受暴力为准则的国家 我们是否要成为一个允许党派选举推翻人民合法表达意愿的国家 我们是否要成为一个不靠真理之光而生活在谎言阴影之下的国家 我们是否能允许自己成为这样的国家呢 演讲将为一天的纪念活动拉开序幕 根据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这些纪念活动并不是将展现美国的团结 而是将强调川普前总统拒绝接受投票失败 激起支持者入侵国会大厦 破坏选举团计票工作 迫使立法者逃亡安全地带一年之后 国家仍然支离破碎 拜登总统和民主党领导人计划发表讲话 举行讨论并举行烛光守夜 而共和党领导人基本拒绝参加 川普原定于在位于佛罗里达州的马拉哥庄园举行新闻发布会 抨击对于袭击事件的调查 但是在共和党领袖的劝说下 他取消了这样的活动 白宫方面表示 拜登总统将回击川普的错误说法 川普一直强调败选是大范围的欺诈所致 并且试图淡化骨灰大厦袭击事件的严重性 白宫新闻秘书在昨天通报时表示 拜登总统一直清楚地看到这一位前总统对于我们民主所构成的威胁 以及前总统如何不断地破坏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和法治 白宫发言人强调 拜登总统认为这一次致命的袭击是川普总统执政四年 对于我们国家所做一切的悲剧性顶点 而同时政府官员通报表示副总统哈里斯将利用讲话 概述美国实践正在经受的考验 同时强调必须努力确保投票权 确保自由公平的选举 并为后人守卫我们的民主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台湾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中央社的报道 昨天内政部移民署分四次以扳机遣送二十一位中国大陆级偷逃犯返回大陆 其中格外引起注意的是自称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民运人士胡海波引起社会讨论 而民进党立委在今天上午受访时表示 由于台湾方面没有司法调查能力 中方也没有提出相关要求 对于相关所指只能尊重主管机关一权一则进行 发言人表示台湾不拒绝两岸民间交流互动 也不断派出橄榄枝 人民和人民的互动交流无设国家与国际社会的竞争 而至于自称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民运人士胡海波被遣返 发言人则表示台湾没有针对这些人进行司法调查的能力 中国方面没有提出遣返或引渡的要求 而对于这样的指称只能尊重相关部门的决定 他强调国际上肯定台湾在人权保障上的努力 任何因为政治迫害而来到台湾的人 可以依照联合国准则向台湾政府提出要求 台湾会依照世界人权普世价值的立场 保障每一个人 民进党立委表示偷渡遣返必须以人道方式处理 包括偷渡客到台湾后注射疫苗 以及当其被遣返中国后 也期待中国政府能够秉持人权司法解决议题 不要卫审宣判恶意拘禁或暴力对待 希望双方能有更好的沟通 感谢您来到由我李奇Lizzi为您带来的今日华尔街频道 在看过节目之后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为节目点赞 也请您在留言区留下您对节目的见解和意见 如果您是频道会员的话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留言解答您的疑问 另外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记得要订阅频道 并且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发布的最新信息了 再次感谢您观看今日华尔街频道 我是李奇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